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是少年 他们有着纤细的身躯 他们是不华丽的盘带 他们是压守绝杀时的狂喜 他们也是鲨鱼落败时的爱哭鬼 他们是足球梦想的未来 共是绿音之上最初的纯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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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组向我发出的要求 我一点犹豫也没有 因为我非常愿意 参加这种青少年足球方面 尤其是对他们有帮助 哪怕是一点点的 这种帮助或提高 我都愿意 也算节目组完成我一个心愿吧 出出的其实不是我们 是这批孩子 认识一下全国的同党年龄的 其他几支兄弟球队 通过这样给他们 也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那么我们现在的青少年 缺少一些现象级的球员 我们特别想再回到赛场上 也是非常珍惜这个踢球的机会 他们做的都是最好的这些 这些教练来 那我也可以过来试一试 这些非常优秀的足球的 职业人士加入 这是我一个很好的 学习的机会 也是为了什么 青少年的足球队运动的 推广和普及 也是发展 我们也做了一份贡献 当时一接到这种邀请 非常乐意的 我们就来了 你是不是专门为参加节目 瘦身了 我哪瘦 我瘦了吗 瘦了 这衣服挺显瘦的 很开心 我又看到了昔日征战的 老大哥们 队友们 好 祈祷好 杨大老 你好 你好 对肖志导呢 我们更多的用一个词 就是敬佩 15年 在乡村不容易一手起下 带出了现在两个国庆的 两个国少的 他就像民间的扫地生一样 不可低估 欢迎各位教练加入我们超球少年 你们现在位置就是我们超球少年的赛场 在我们所有赛事开始之前 将有一个挑战 等着你们 这是你们的球衣 请教练们立刻去更换球衣 我们稍后揭晓 我的 我想肯定是让我们要同场要竞技了 难道是让我们踢个小场五人质 是跟谁踢的 我们对手是谁的 来微博参与超球少年话题讨论 学习足球赛场小知识 为喜欢的少年球队打高 反正我是踢不过他们 就得看你们了 我们得试试 行吗 行吗 吹 有没有信心 过 半岛检阅一下 师徒对弈 十位球员率先登场 与五位明星教练进行对战 明星教练团每进一球 场上新增五位球员加入比赛 如果明星教练团率先攻入三球 则比赛结束 来微博参与超球少年话题讨论 更多足球小强精彩视频等你来看 场上队员做好准备 在场上身着黄色球衣黑色短裤的 是我们超球少年教练团的五位教练 分别是范志义指导 杨晨指导 李伟峰指导 曲波指导 还有萧珊指导 可能对他们来讲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天拍摄 但是也是我们教练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是要让这帮孩子知道他踢球的意义 而身穿白色球衣黑色短裤的是抛球少年的队员 这些孩子都是我专业的训练 要想进球难度增大 这个人数很多 那你跟他们踢起来就会很难吗 他们就五个人 他们也上年纪了 肯定跑不够我们 那五个人就算是五个没吸 他们就能打分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开始 好的 小舅少年呢在不断的传导 量身之导 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承断 他上了 承断不好 比赛将士开始 快跑 现在是小舅船给范之翼大范围的转移 在右路李伟峰上了 曲伯拿到球 一个交叉 门前大门 左脚推胜 一比零 李伟峰和曲伯在边路的配合 得益于范之岛在左路的一次斜舱船的大范围的转移 其实看了几个老前辈 你能够看到他们在以前踢球的影子 但他在场上还是有他 就是以前作为全中国全亚洲最好的综合卫 他还有这种霸气 阳琴他特别均衡在场上 他有速度 有力量 有投球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全面 曲伯指导 你能够看到他在场上他还有这种速度 我们都管他叫风之子 我们之间已经很默契了 所以说我们上场之后很快地就进入了状态 放不住 首先出击不够果的 其实站得太靠后 就算出击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第一次跟这么强大的对手提 就是 哎呀 心里就是有一些害怕 接下来按照规则 丢掉一个球之后 超级少年将会派上另外的五名队员 现在场上人数对比五对十五 如果把球给控住的话就输不了 比赛开始 好的 五对十五开始了 回敲给后防线 超级少年呢 现在排除的阵型呢 是十五零零阵型 前场没有 哦 回敲 回敲 这些失误 就断手封他了 就抢他了 抢他了 抢断了 到边路 看着一直到在金区里边 到边路 就进了 边路 追封少年 驱拨 底线传终 门前范志毅 投球攻门二比零 法复又回到了那个机型燃烧的岁月 好大判斗 和哥几个人再回到球场上 不管是穿球 相应的默契度 都知道要干什么 其实这几个教练真是变化不大 包括身材的保持 我觉得他们平时也是很自律的 其实他们确实是我们这个国家 踢的最好的一群人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清训 也是任重道远 按照规则 又要加入五名超球少年 超球少年得加点油了 如果零比三落后 比赛就结束了 当时非常的紧张 因为已经被进两个 再被进一个的话 后面的人就不能上了 上场之后 发现他们其实很强 然后我们上场 基本连球都碰不到 说个话呀你们 说个话 看他们在场上人多 可能又缺少呼喊 缺少配合 我想让他们会有一些 调整和改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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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在场上的比分 那是2比0 超球少年教练团领先 我不用算了 你干什么 现在利用人数多的优势 二十个人 应该努力地把球控下来 现在在边陆 团球速度还是比较慢 超球少年 现在看有没有转移 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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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断了 在左路 仿佛是在法兰克福奔驰体育场 传中 传中 大门 出 大门 在普射 球进了 比赛结束了 我觉得 现在这个舞台不是我们去展示的时候 更多的是那些孩子 能和这些孩子去通场竞技 传递一些正能量给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 三门都打三个球 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预测的结果和实际上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恰到相反 加油 加油 不错 谢谢裁判 谢谢 谢谢对手 谢谢对手 没想到今天这些孩子 人数增加之后 他们反而不会踢了 他们在场上所表现的 真的是一盘散伤 确实 今天这场球让我感觉 在他们身上 感觉非常失望 我告诉大家 你们人数越来越多 反而你们踢的越来越不好 因为你们没有协作 对吧 第一个进球你们失利了 那我们能不能重振起鼓 第二个球我们把它守住 你们互相之间要忽悠 要协作 要团结 这也是足球给大家 带来真正的意义的精神 在比赛场上 我跟大家想分享的一个是竞争意识 那么今天的比赛 我没有看到大家在场上的这种 获胜的欲望 我还在旁边跟你们讲 我说你们在场上需要说话 说话 但是在下边都说话 对吧 没停的 对 把这种相互之间小朋友的认识 团结的东西 你们在场上要说出来 你们输球对吧 你看我们 跑得都比你们汗多 你看看你们连汗都没有 都像今天这种踢球的状态 我觉得我们未来 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你们身上很难看到 开拍的第一天 我希望你们能享受到足球 同时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精神头 你们踢的什么呀 你们踢的什么呀 踢的是什么 踢的是什么 队岸哪里精神出来行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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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是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 他们能不能达到之后 继续往前推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咱们老说中国足球的这些球员不出人才 我觉得不是赖球员的问题 还是我们教练要从自身找原因 我们肯定在哪方面做的不够完善 我们的传统情绪做了这么多年 但是中国足球没有质的改变 就证明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改变 它应该有一个更为公平公开透明的平台 那么这种改变呢不见得我一定能够成为改变者 但是我愿意成为一个探索者 更重要的是要给这帮孩子们 找到好的情绪教练员 这个是我们现在太缺少的东西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球迷朋友们 为了最好的呈现我们最强的称号 全中国顶尖的六支少年足球队齐聚一堂 让我们认识一下每支教练团的团队 首先是人称中国后防第一铁闸的半大将军 和他所带领的球队上海足球队的队员们 我觉得孩子们最重要的是快乐 输赢我跟他们说并不重要 关键是能学到点东西 好 谢谢 球场硬汉李伟峰和他所带领的 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们 我所带的球队就应该躲冠军 对吧 因为你们在场上 所要展现出来的就应该比他们好 中国刘洋风霸霸主杨腾和他带领的 苏州市市队的队员们 我们能通过这个节目 能感受到孩子们心里微妙的一些变化 有时候能看到他们就是遇着困难之后 如何去克服 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最美乡村教师萧珊和他所带领的 海南穷中女族的队员们 我希望穷中女族把她们平时训练的表现 用在赛场上 加油 球场快水董路和他所带领的 清华腹中足球小将的队员们 我们的目标是 照尚不成 战斗不心 加油 从整个球队来看 应该说既有职业化体系球队 又有校园足球还有市场化体系球队 我们更希望中国足球在今天 体教融合能够找出真正适合于 中国青少年的足球发展之路 曾经的追风少年如今的清新教头 取波和他带领的沈阳静谈小学的队员们 足球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更多的还是要靠脚说话 好 我们的六十队伍都已经集结完毕 超球少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好 我们正式开赛之前 将进行一场实力摸底测验赛 摸底测试 考验球员基本功 测试分为三个比赛项目 分别是绕杆射门 精准传球 极限停球 测试结束后 根据项目得分 对每支球队进行排名 排名成绩直接关乎后面的联赛对阵对手 好 各位教练员 运动员们 第一个项目射门吧 少年即将开始 绕杆射门规则 六支球队依次派选一名球员上场 球员带球绕过球杆后踢穿白板 最终以踢穿白板数量取胜 如果成绩相同 则用时最少的队伍获得胜利 咱们请杨志老试一次 这板可能没输一板 我们让杨志老师给大家试一下 穿糖活肉穿这板 第一像这个绕杆射门 踢过几个板 我觉得难度非常大 他的这个面积目标很小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孩子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开始 好 带球 好 过第一个 大家看杨志老师就是要稳 这个阶段其实体现了稳和准确性 好的 好 大家看杨志老师还没有全部都过去 还下三个 七个 已经不错了 小孩踢不了 小孩最多一两个 小孩都踢不了 我跟你说 他脚下发力 他就飞 对 所以首先确保先打住 坦白说呢有硬难度 因为过肝 整个的身体呢实际上是动态的 最后射门那一下呢 又是需要稳定 所以这个对孩子的综合的考验还是挺大的 厉害厉害厉害 我觉得小朋友某给大家提个醒 我觉得如果你这次射门特别有自信的话 一定到最后要秒一秒 秒一秒 打准 首先是准啊 好 下面杨晨球队 加油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好 来 看你的了 加油 好 他动作还是相当的娴熟 连续过杆 射门 打在球目的柱上 好 起码打中了 起码打到了 非常好 非常好 不错 我觉得我们队员上去之后呢 好像略微有点紧张 这个很正常 就跟我们参加重大比赛似的 他们参加这种有观众的比赛 平时并不多 你突然间来这么多人 多少会有点紧张 王薇薇 上 好 我们打前锋 我们海南球中的女孩 派王薇上去 因为她打前锋 从个人运球技术 包括射门的话 应该是队里面 应该是算比较好的 半岛他们这是女孩吗 女孩女足的 群统女足的 头发那么短啊 好打点 踢球这个长得难受 有没有信心 在第一轮比拼当中 你代表琼珠中学队获胜 有 有 好 看你的浪 来 加油 加油 好 准备 开始 好 现在黄薇薇带球 非常的娴熟 他并不着急 他并不着急 现在很轻松地绕杆成功 直接射门 直接射门 哇 球打偏了 没事的 不要笑 正常 你只要发力就是这样 好 鼻子爷 掌声给鼓励 我觉得足球运动 所教育给孩子们的东西 不单单是 身体 就强壮啊 对吧 健身啊 这个不是关键的 其实真正关键是 还是在心智上要多教育一些 好 来看看 看看黎薇峰的球队 来 小朋友 小伙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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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连续再过杆 直接射门 没有了 哇 球打偏了 犯导 犯导 那跟我说是不是 我们只要打到板 基本上都第一了 不一定 不要 我先不要去管他 你打不住用力 你打他一个打 我必须要打到 下面看看 董路和他的球队 没事 放开 放开 无所谓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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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干动作还相当娴熟 好的 好 全心战法 听见了吗 战法 这也挺难的老董 这不好打 这难打 隔山打牛 这是采取全心战法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往过的时候 你这样直接射 过完全力就 不住了 能好准再射 不亏就行 刚才董路球队 小伙子射门得了两分 打掉了两块板 好 我把他全打穿 打掉零 我觉得如果同样打掉两块板的话 严格来讲 打掉后面两块板 比前面两块板难度更大 来 现在看看取波球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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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动作很快 可以 很好 一脚射门 球打偏了 我只要打着我两三块板 这板就有了 来 来 现在看看 淡之玉犯大将军球队 来 小伙子 这叫什么名字 魏晨 刚才他们几个有哪些不足 你觉得应该你自己得发点注意 应该打高一点 他们都打得低了 好窄 好 看你的了 看魏晨的了 好 开始 好 再带球 他动作还很熟练 看来这小伙子很稳健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把他全打穿 射门 射门 哎呀 球打在冰棒上 太着急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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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呢很遗憾啊 将军球队啊 零分 没有打在球门框的那个范围内 哦 我必须要打高 我把他全打穿 我说别哭啊 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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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他每次都这样 当时嘛 就是一个人站在上面 心里肯定会有点紧张嘛 导致失误 没踢正摆着 就是心情特别难过 夫妇的就是 泛导对我的希望吧 他浓郁感特别强 他这个小孩是比较要强的 而且是外向型的 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方法 让他有一个挫折感 是很好对他的一种帮助和教育 什么了 明天求不你了 没事没事 没事 开始下一轮 好 那么现在来宣布一下成绩啊 我们第二个项目呢是传球的少年 精准传球规则 球员接明星教练传球后 依次摄入指定球门 命中球门数量最多的队伍 取得胜利 数量相同的情况下 用时最少的队伍获得胜利 第二个项目呢是传球的少年 这次我们从曲波老师这开始 好 走了 上 这挺帅的不是帅的 帅的 帅 比方说你是在后边的吧 你后边来 你把球放那你传给我 想不出圈踩住了 这么踢也行 千万别拿脚攻停 明白吗 因为你拿脚攻停 出圈就放规 懂吗 后面的球队可以看看他们怎么踢啊 在比赛当中 你会传球是这个速度 你的接球是这个速度吗 他们完全是跟比赛相脱节的 什么压力没压力 无所谓的 一个不激动一次 就玩开心 现在曲波团队的教练员和运练员已经做好准备了 今天他们开场这第一步 试图组合表现怎么样 来掌声给他们鼓励 不啊 来 来 开始 好的 踩住 好 踩住 踩住 对 加油 加油 把点球的高手 好的 到场 有了 丢种大球 好 要让队员们明白 在球场上如何 合理的利用规则来比赛 徐老师开始加快了传球的速度 因为现在时间也变得非常的关键了 好的 好 漂亮 十千五 十千五 没事 现在是十罚九十 两个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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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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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进入 开始 可以 他停球太活了 停原地又行 可以 没问题 加油 好球 没问题 挺好 加油 加油 好球 心意有点需要 好球 没了 没问题 挺好 毕竟是从超下边的球队 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 会更高 好球 加油 没问题 挺好 加油 第十一号球门 好的 好球门 零六 实比曲波老师的球队 确实快了 但是他只打进了七个球 好 接下来看范志毅老师的球队 没事吧 随便这几个 一个不记得我们 我预测我就觉得我们队可以 因为公里都在嘛 十号远带着我们什么样的表现 好 现在范志毅老师的球队 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 注意 准备 开始 第一个没有打进去不要着急 小孩子本身都要有个适应过程 没事没事 你换到一个场景以后 给大家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 小孩子在球场上出现任何一个状况 都是正常的 没事 没事 第四个 滑一点 他哪打呢这是 没事 没事 没什么 这个就是小孩子起起伏伏的一种变化 11 11 11 如果不要急 好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这些小孩子刚刚开始接受足球 这个 他首先我就说他是这个勇气 就觉得不管是比哪一项 最重要的是小孩 在比赛的整个过程他表现出的一种状态 1分01秒 打进5个 我就觉得这蛮好的 我只要他们在这个比拼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正确的态度 就可以了 输赢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没关系 没关系 好下面是杨诚老师呢 我们的团队带上我们什么样的表现 开始 1号门 好的 不错 上来非常的稳健 别紧张 他心里不稳了 可以 没事 第一次在这么多摄像机面前表演的话 就感觉有点紧张 没问题 三发一中 不要着急 他已经丢了三个了 我有意把球的力度加大了一点 因为我也想看一看 他真实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球挺好 盖9号了 其实你要是没有这些观众的话 他可能发挥都会更好 对 但是他们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 好的 最后一个 不错 好 小伙子中间虽有点起头 但是表现还却什么好 不错 不错 一分零一两三四 是打进了九个球 不错 不错 总路老师团队 好准备 计时 开始 好的 好的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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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前三个没有十二中的 我们还是以稳为主 对吧 如果前三个有十二中的 那咱就拼了 好 好 来看看第二个球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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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球圈里特别少见的 又掺杂体育 完了又是文艺 拳采 真的是拳采 从一个写文章平球到 最后他去搞个足球小架 这些都是为什么 你知道 中子都是为了足球 赢了 他们棒 打在球的那种上 不要着急 没关系 没事 没事 再来 漂亮 好大 加油 加工 最后一个 好大 还有最后一个球 好大 好大 小朋友拿了十分 用十一分零七秒 用十一分零七秒 好大 好大 没事 可以 好 下面是肖山老师 大家一起给我们 穷中一中的小朋友 来掌声 加油 加油 我觉得女孩子 她们有些是 技术方面不如男孩子 其实女孩子的技术 不可能达到男孩子 这么准确 肯定是劣势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跟小男孩在一起踢球 她的速度力量 肯定是她要弱特别多 不会 没有问题 她们表现都很棒 开始 好球 好 第一个球 打进 好球 他十二个 你信吗 哎呀 哇 可以可以 运气不错 三盘沉重 还玩一样 对肖指导呢 我们更多的用一个词 就是敬佩 因为我对肖指导 最早的这种接触呢 可能就是看那个纪录片 一个报道 穷州女卒的纪录片 她们在大山里的孩子嘛 而且呢 就是在肖指导的带领下 她们每天训练非常刻骨 当时她们条件有限嘛 能够在现在的环境形势下 还能够搞女足 不过我说是特别伟大的一个教练 十球九度 我是个足球人 这是我的工作 我必须要去做这项工作 加油 加油 好 十二球十度 如果真的是想改变 那必须从基层 基础开始改变 发现更多的足球 有天赋的苗子 这样的话 才会改变足球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就说为了孩子 真的 当我看到那么多孩子 尤其是贫困山区的一些孩子 能够走出大山 能够改变了命运 改变了人生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这么下去 我们一起先看一看整个成绩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今天的第三个测试的环节 极限停球规则 六支球队 依次派选一名队员上场 揭高空球停在指定区域 停球的高度由球员自行选择 每队共三次机会 最终停球高度最高的球队 获得胜利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14米 它能不能扔到这个圈里 许多老师 如果14米 你能保证把球折到这块里吗 要不你上来扔 因为我没这金刚算 我哪敢揽这空中活 最好就直上直下自由落体 哎呦我天 你们快别去咬这个了好不好 你初初挑战我的心理 他这动一下我心颤一下了 说实话站在上面 真挺可怕的 你们可能从下往上看 觉着没事 你们要是从上往下看 这个心跳真是受不了 来吧 停球吧少年 我们看到现在李远峰的团队 已经做好准备 现在他们的交推的高度是8米 加油 二棒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第一个球 没有成功 好球 就再开再开 没事 好 第二把还要不要增加高度 十米 十米 又来了 增加两米高度 第二个 做好准备 第二把 没有成功 没有完 我们看看 李远峰和他团队 是否选择一个新的高度 你可以了 就十米 你十四米停不住 好 球越来越重 十米 如果说自己球队训练 他可能成绩会更好 你换到一个场景以后 给他的心力的压力是很大的 没关系 你选 还选择 升高吗 十四 十四 挑战一把 十四 高度达到十四米的力量相当大了 最后一项 我说实话 非常难 对于职业球员来讲 都不是这么好掌控 因为你上得越高 这个球下坠的速度会越快 整大好了吗 没有 找到新空 太可惜了 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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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先对于优12的孩子 那可能他们在往上走的路上 会有一些起伏 我觉得都很正常 我是把那不管接都接不住 八十十四 来 准备好了 现在是八米高度 先落地了 球首先落地了 这次很可惜 然后现在还高 十米 好 站一下 就这个吧 就十米吧 不动了 也想挑挑战最高 但是我们的孩子 八米没有停住 十米没有停住 我就算了 别前了继续十米吧 准备好 好 好 小心 没关系 好好好 掌声鼓励 还是紧张 他感觉上场 我觉得就非常棒 现在杨诚老师和他的学员 杨诚老师和他的团队的学员 导船的是十四米 准备好了吗 大卸得很好啊 很好 小伙子不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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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都能够准确地接到球 但是呢没有挺好啊 好 好 第三把 还要十四米吗 还选择十四米 三次全挑战十四米 最高的 头两次他失误 第三次他能不能抛开这些 扛住这些压力 好 我觉得我很满意 因为它是两次失误之后 顶住压力 我觉得这个比三次成功 更让我开心 不错 可以 走路倒是 脑袋的是14米 我们要去挑战最高的 而且我相信他可以做到 往里面站 没事 以前他也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直上直下的 很高的高度下的 坠落下来的球 但我认为他完成的是很不错的 现在想一想 咱们是继续冲十四 来说你要一个十 朱老师 八米 六米 三个八米 六米 不不不 继续十四 继续十四 第二把继续十四米 加油 十四 准备好了吗 好 十四米 十四米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好 好 啊 好 多去有这种抗压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在比赛当中 出现了关键的球 关键的位置或者说点球 那这时候有没有人上去去发 敢去发 这就是对他们心里 一个很好的考验 超球少年 下节更精彩 超球少年 现在继续 赶快来 董老师开饭了 犯大将军开饭了 就从犯大将军去 好 好 加油 多少米 加油 四米 六米 六米 就是不能停到外面去是吧 当然了 好 开始 别别别 这样就一次了已经 老范 开饭了 走 回去 还两次机会 好 好 好 这可以 你别扔了 你扔不到 往上加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了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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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越重球越 十四 难控制 你加了就十二米了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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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指要的十米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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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 加油 好 好 成功 好 还是先要把基本功 停传带过射这几大要素还要不断地提高 这个距离还可以 我这里还有一个球 咱也别十四米 董老师来一个 这肯定不行 这难度太大了 这其实真的有难度 你试一个嘛 突发奇想 然后考验考验董哥的这个 踢球的能力 这是启花老师在中路高空给你做 投球摆动 一战成名的机会 起来 你们都起来 准备为董老师鼓掌 加油 好 加油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一瞬间我想到过一些结果 可能会很出宠 很很很尴尬 好 抛的一刻 就这些都没了 瞬间都没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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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师也非有 平稳的停下的时候 那一瞬间 那些孩子向我冲来 我说实话就是一种很幸福 好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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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想不到 真的是意想不到 球在空中往下 他把球卸下来这个做得非常不错 测试摸底赛比进结束 来一起看看三轮比进之后 我们各队的成绩 在这些的比赛里面 我们一起充满了喜悦 同时接触了合作的所有 刚才的游戏小朋友 在热身点球之后呢 还落下了泪水 哎呀 太了 没事没事 我们要觉得这个 浪达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趣的 他才能一直对这个 他才能一直对这个 产生的比赛里面 这些兴趣 这么体验 他们代表的是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 他们还有很多 很多大把大把的机会 如果想在国字号 为国效力的这个环节上 他们还需要太多太多 需要学习的东西 加油 加油 这个是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 他们能不能达到之后 继续往前推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希望 接下来 各个小朋友全力以赴 希望我们教练们 和低连们 以共同同力 用我们的风格 打出中国 超球少年的世界 我们有没有信心 加油 这么多年来 中国足球经历了 太多太多的失败 坦率来讲 从我做体育评议员 到现在 很多当年 今年的铁杆球迷 到现在都已经不见了 但中国足球今天 又然切日不熟 可以说叫屡败屡战 而我们恰恰是需要 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精神来引领 众人捧着才坏高 我们一起 就想通过这种形式 共同努力 让社会各界一起呢 共同来关注足球 我想 达到这样的目的也足够了 有人问我 传承是什么 我借用一段文字来回答 我走过的山路 我走过的山路 是徐加克曾经留宿过的 我驻足远到的城楼 是于谦曾经坚定守卫过的 我觉得 传承最大的意义在于 它让我们知道 前辈们曾经奋斗的目标 在哪里 现在 轮到我们 为之奋斗了 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 恒卑镇老楼村 静默着一座 掩映在苍翠背后的 灰白色建筑 被誉为亚洲球王的李慧堂 曾与贝利 马修斯 斯蒂法诺 普斯卡士等人 鼎立于球场 李慧堂一生进球1860克 并且曾当选国际足连副主席 成为在国际足连 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100年前 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 看戏要看梅兰芳 看球要看李慧堂 五华体育志里 记载着这样一个家族 三代踢球 以传承为制的周奖 将自家全部的心血 都献给足球 培育出一代又一代 足球运动继承者 与当地浓厚的足球文化 相互尽润 我都希望我们下一代 把这个球帮的精神 跟球技 结合起来 重新下去 是吧 为推动我们中国的足球事业 爷爷带着孙子 讲述李慧堂 利用将柚子 贴近狗洞 以练习球技的做法 每周是五华县第一小学 校球队的球员素质 逐年逐月 穿上球衣 他们是绿音场上的汉将 脱下球衣 他们也是班里的学霸 所以他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务馆 艺术馆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为更多的热爱足球 有足球天赋的孩子 提供了更多的学习 交流展示的平台 也为我们学校 推广 普及发展校园足球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因为我家人长辈 我大伯二伯都喜欢足球 还有我哥 甚至我弟我姐都踢球 还有我现在 接下来我侄子那些都喜欢踢足球 今天下午训练怎么样啊 很好啊 我的梦想是打进职业队 进入国家队 打进世界杯 为国争光 出生在足球世家的周星凯 承载着父辈们深远的院校 而我们作为球王故里足球之乡的学校 和孩子们 肯定要传承球王的这些精神 记忆是一方面 精神更重要 我们学校就是秉承着这种想法 把体教融合放到比较高的位置 寒冬腊月里 李慧堂门前的柚子树依然苍碎 昭示着中国足球 欣欣向荣的未来 守住初心 传承初心 方能看见时钟 树高千尺 根深在卧土 只有厚重的基础 在遇到挑战时才能从容面对 在经历风雨后 依旧坚韧不拔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 上新浪搜索抄球少年光威 为你喜欢的球员助力加油 懂球地懂不懂球 都懂球地 特别感谢合作伙伴懂球地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ZACKER新闻客户端 关注最新最快的节目资讯 感谢ZACKER新闻客户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很好的一个角球发不了 有胖胖打个反击 可以 打